哇 我覺得KKF 太Inva了吧 我用這個 聽一下Modic 他一個我打十個你知道嗎? 哇 我錯了 嗨 我是肯恩 我今天要開箱的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一打開我直接是挖出來 因為真的太美了 它就是空氣炸鍋 空氣炸鍋可以有多美啦 正常不是一個四四方方樓 下面拉出來 我昨天介紹那款也是長醬的嗎? Sorry 這款喔 沒有醬普通OK 它應該是我看過最美 最緊的一個空氣炸鍋 等一下我搬進來 小月亮One Moon O.H. 空氣炸鍋 你不覺得它整個設計就長得像阿文 咦 我一樣咧 它送來的時候我還一直在想 咦 到底它是不是送錯阿文過來 它的設計很classic 顏色很vintage 重點會tint harmonic 它一個我打十個你知道嗎? 它可以做中國烤串 它可以做kebab 它可以做果乾功能超強大 它根本就是一個 阿文加Air Fryer的變種體 你不覺得很像transformer咩? 變種咧? 變種是laciner evil阿 transformer是變形阿 變異 等一下我們先把這個OA9放一邊 因為我知道你們要問什麼了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呢 除了是一個凱箱 也會是一個空氣炸鍋Q&A Question 1 我今天就是看影片啊 才買那個空氣炸鍋的 你現在又介紹另外一個 玩我咩? 冷靜 之前因為看了我影片而買 上一台那個空氣炸鍋的大家 真的不要覺得激心 也不要覺得自己買錯了 因為它們是不同等級的東西 我上一台介紹的那台呢 就是One Moon OA5 價錢150塊 你看就懂就是平靈精那一種咯 主要呢就是針對那種沒有用過空氣炸鍋 想要test一下水溫 私下看他自己用不用的習慣的那種人的 150塊哦 就算你用不習慣 你也不會太心痛的嘛 那這一台OA9呢就是給那種追求美感 想要我電器跟家裡的裝修可以match到 然後想要功能更齊全一點 想要更領一點 還有想要容量更大一點的 這樣他就適合咯 所以等一下呢我們解答完了 我就用這一台煮一個高打鬼 你們記得看完 懸吐空氣炸鍋真的有用嗎 有 很有用 第一我不會煮飯 第二我不想弄到全身油煙味 第三我沒有天分 發明空氣炸鍋那個人 真的是要給他瞎虧 因為他我上一集竟然可以自己烤全雞 然後又可以炸天婦羅耶 我平時只會煮Maggie麵 我可以做這樣子的東西耶 我覺得我很驕傲 OK你看啊 比如說你是要炸一口雞 你要放油 你要等油熱 你要放雞進去 然後你又炸到全身臉油油 然後你炸完了 你還要洗鍋子 Hello各位 這全部東西我一個空氣炸鍋去包辦了嗎 所以空氣炸鍋真的很有用 尤其是那些不喜歡煮的 懶惰煮的 不喜歡煮的 空氣炸鍋跟Oven有什麼不同 其實他們的原理是不同的 空氣炸鍋就是用熱風原理去發熱 Oven就是用電熱元件去發熱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空氣炸鍋是mini版的Oven 第一沒有Oven那麼貴 第二沒有Oven那麼大 也沒有這樣佔位置 第三你不用預熱 所以你弄熟就更快 Question 4 空氣炸鍋真的不用放油嗎 其實原理上來講真的是不用放的 像是你炸雞腿啊雞胸啊這種真的不用放 如果你是炸蔬菜的話其實你要放一點 因為肉類本身是有油脂的嘛 所以空氣炸鍋就是把那個肉的油逼出來 然後讓它自己的油炸回自己 那蔬菜本身是沒有油嗎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放一點 而且空氣炸鍋下面有一層濾網的嘛 所以你炸了雞的油就會滴下去 你的雞就不用一直泡在油裡面 少油你就會健康一點喔 OK空氣炸鍋的Q&A到這邊結束了 接下來我要去示範煮東西了 夠呆乖 你看看OA9到底要給一個打十個 夠 先給大家看外型 很有feel是不是 它超級vintage感耶 它這個青就是諾蘭迪的青色 很溫柔的那一種 它跟很多家具都可以match到color 然後它的設計喔 根本就是個迷你般烤箱吧 四四方方 然後邊角圓潤 打開的方式也是Oven style的喔 很大喔這台 10L的可以一次過烤很多東西 你也不用分幾輪 適合比較多人的家庭啊 然後吐出來的這塊呢 就是屏幕 是我看過空氣炸鍋裡面 最大片的touch screen了 它整個界面很清楚 左邊溫度 時間 你按下去那個touch screen是很敏感的耶 它不會蹦蹦咧咧咧這樣子的 右邊呢就是開關還有燈 就是給你看你的東西 有沒有手很貼心 是不是 下面呢就是各種的模式 就是薯條啊肉類啊海鮮啊果乾啊什麼都有 30度2小時就可以風乾水果變成果乾了 然後還有這個logo 是旋轉濾網跟烤串 好啦 大家的時候來吃吃吃是有附送這三個東西的 1 2 還有這個風佛輪3 這樣到底它們是什麼咧 我們現在就真的是要來煮了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可以轉轉的濾網 那可以轉的好處就是你不用翻面 normal的空氣炸鍋咧 你壓著那一面其實是煮不到的 所以你就要自己翻 那這個呢它就鮮辣很多 它自己就會轉轉轉 現在我就要把這個bop corn chicken 放進去 然後 丟進去 給它轉幾分鐘 前面這個bop corn chicken好像不是我演 這個bop corn chicken 怎麼這樣白的這個bop corn chicken 欸不是耶 有這個的咧 oh no我買錯了 炸了出來沾那個醬了是嗎 你對喔 你能不能的喔 這個給你沾上去的 真的嗎 欸 哇 這就是 ok 差一點點就好了 我怕吃不完 你這個都叫一點點啊 等下你表演一口吃完啊 所以它那邊有一個洞 是給你放進去的 嗯 對 它這邊然後你放進去之後 它就會lock 它auto lock的 然後基本上你動不到了 可是等一下它會自己動 期待你 烤串跟炸雞 就是我在炸這雞 然後是烤串模式的 它就會自己旋轉 你看到嗎 所以開始了嗎 開始了然後溫度 如果你不想170度 你可以自己再調 你要開電喔 我可以喔 我真的是等到晚上都不用吃了喔 我可能要在轉 這樣我的機會很均勻 然後那個油就墊下去 欸還有給這個東西喔 可以直接刮出來 不然我真的是想很久要講嗎 這好像熬溫那種是不是 對很好欸 然後這個stand是這樣子用的 登登 啊 boco chicken完成 耶 boco chicken 耶 這個味道 哇脆脆的喔 聽到聲音嗎 它是很均勻的 炸的喔它 它每一部分喔 沒有軟 沒有硬的 它都是balance的 就像我每次丟進去一堆喔 下面那一層啊 就一定有一些是炸不到的 就是要自己翻咯 旋轉濾網的好處 耶 接下來我們來做烤雞 這個已經事先醃好了的啦 然後它附送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兩個叉子 就是一前一後的叉 打著那個雞 然後等一下它也會轉的 就好像Kenny Roger那種雞 這樣子 你好像自己去好Kenny Roger吃東西 OK 很容易用喔 很容易一放就進了 然後按了這個雞 然後就按這個旋轉的 然後按開始 然後按開始 超簡單有沒有 然後我們現在等20分鐘 20分鐘我可以去做我的東西 按手機看戲 你可以啊 哇 哇那個顏色 它是脆皮的喔 有一點脆的感覺耶 欸我拿刀切開它 感覺剛剛好耶 就算有了這個air fry 從切工就看得出 你這個城市 哈哈哈哈 你已經切了你抹耶 哈哈哈哈 來吃一口 哈哈哈哈 嗯 它的皮呢 又沒有到脆 但它不是炸雞 因為它不是炸雞 很好吃 所以為什麼可恩呢 是一個介紹3C的youtuber 不能介紹美食 但是很好吃 OK我只會點頭包 裡面是剛剛好那種嫩嫩的 外層呢 外層喔 不是脆唄 可能比較硬一點 1 2 3 4 5 1 2 3 4 5 這是烤串 這個是第三個的 哇 可以啊 這樣這個是你的什麼家串秘方嗎 Sorry這個是Aion Maluri買的 OK第三個呢就是這個 鳳佛倫 這個呢就是給你在家裡面 可以做中國燒烤啊各位 不過我們一定要先把它裝起來先 就是這樣子 都在這個位置 它會有一個marking位置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看那個marking位置在哪裡 我突然覺得我這裡很會做飯 自從有了空氣炸鍋之後 我真是很不安 現在教大家怎樣把它串進去 下面是有一個洞的 我們先把它塞進下面的洞 然後上面呢 這邊有一個洞 叮 這樣你就穩了 以我的印象中 中國燒烤沒有這樣五顏六色的 這個怎樣看都是Gordon Lamsey燒烤 哇我覺得KK 太imba了吧 哇我用這個 我穿 然後我們放 我這個開的那個時間完全是跟著它裡面原本的那種Default Timing的我覺得perfectly cooked真的完全就是哇漂亮 哇很緊張 哇很緊張 Oh my god 很方便喔其實它的東西都是可以兩個手足炒做完的 哇 哇我做的 哇 哇 我要來試吃咯 大家我們可以在家做燒烤了嗎 哇 哇 哎 全部人都看到跌了的 你拿起來吃咧 講一下 好吃 好吃 今天的示範就到這邊 不要煮太多我怕吃不完 這樣我剛才示範的這些菜出來都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當然普通像炸薯條啊炸雞啊炸蔬菜這種更加就沒有問題了 總結來講呢這台One Moon Old Air 9喔真的是很實用它功能是多到 它根本就是Oven的化身Air Fryer的變種 10L的大容量啦可以做很多Battern的食物啦功能更多啦重點是價錢是不是 我跟你們講它價錢一點都不貴很值得 它的原價是799的但是我的影片今天出了之後喔 從今天開始算起就是4月3號到4月6號這4天內直接變399 直接這4天罷了399塊就可以買到這樣多功能的Air Fryer 我就覺得很值得所以你們Please快點去買 因為after that如果變回原價你們會酷耶 你今天下單的話呢一到三天就到了很快耶 而且還包油就是因為它是馬來西亞倉庫發貨的 我記得上一次喔他們買那台空氣炸鍋的時候就有人今天order 今天就馬上到了超級快 而且它原裝來就已經送馬來西亞插頭不需要轉接頭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